第二天,七宗联盟的天骄,罕见地停止了挑战,所有生下之人,几乎全部都将目光落在了176岗的补凶丝,纷纷沉默,各自吸气,更是目中透出强烈的忌惮与心惊,补凶丝内发生了什么,他们不知晓。 七血童的阵法虽对司马如镇压无效,但环境的隔绝不涉及针对任何人,所以昨日的一战外人看不见里面的一切,唯有七血童内部高层以及序列殿下才可看清,不过除了第七封外,其他六封实际上也还是无法看到,因为气也干扰了。 于是,在第七封外的众人所看到的,是司马如飘了进去,然后没有太久,补凶丝上的隔绝消散,一切恢复如常,被外散的补凶丝弟子归来,整个补凶丝的运转一切照旧,毅然是陆续抓捕夜鸠,毅然是将大量犯人送来。 唯独司马如失踪了,其弟弟司马林也还是被关押不曾释放,而港口的那艘白骨舟船,无声无息间失去了支撑,自行崩溃。 这一幕,让七宗联盟的这些天骄,全部都心神掀起了滔天大浪,他们此刻忽然觉得去挑战其他风的行为,已经没有意义了。 无论如何去挑战,这176岗的补凶丝,都如同一根栗刺,神神地刺在了他们的心中。 司马林被补凶丝镇压了,七姐明显也被镇压了,而玄优宗黄一昆是在挑战第七风后失踪了,失踪前也曾告知他人,他来处理关于补凶丝许青的事情。 这一切都与许青有关。于是,176岗的补凶丝,在这些七宗联盟的弟子眼中,就好似龙潭虎穴,神秘莫测的同时也有着无法想象的凶险。 原本七宗联盟安排他们到来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凭着一次次的挑战,镇压七血童弟子的意志,使七血童弟子心中长出一个对七宗联盟敬畏的种子。 而他们一开始也的确是做到了,随着一次次的挑战,七血童的弟子纷纷沉默,暗中更是人心惶惶,甚至已经有一些尝试与他们接触。 可现在,他们在震慑了很多七血童弟子的同时,又被捕凶丝震慑了。 这许青,真实战力到底是什么程度? 司马如都有去无回,虽来的不是其本体,可也具备了似伙伴的战力,镇压我等轻而易举的他,在捕凶丝被镇压了。 第七封,这才是整个七血童的核心吗? 圣云子师兄没离开就好了。 在这七宗联盟添交心经的同时,七血童的弟子也在关注了这一切后,纷纷心情起伏, 在他们的眼中,许青与第七封如今一枝独秀。 好似一道明亮的光,映照了其他个封弟子心中有些暗淡的苍穹。 使得他们在面对旺谷大陆天交时,被种下的那种不可战胜的观念, 出现了改变的同时,也对第七封有了向往, 更是对第七封的封住产生了极高的崇敬。 甚至有一些传闻,也在此刻于七血童内传开。 传闻里说七血童的格局会出现一些改变, 这里面变化最大的就是将出现一位宗主。 七血童至今为止,只有封主,没有宗主。 七个封的弟子,实际上都是听命各自之封, 对于其他封并没有太多认同,各自为正,只有大事上才会彼此协同。 如今,七宗联盟的到来,就好似一个巨大的铁锤, 从四面八方轰击七血童各个风,那种风雨欲来的感觉, 使得所有弟子在这外界的压力下,人心动荡,各种心思都在升起。 但这种压力,从另一个层面去看,就好似打铁一般, 使七血童内这些年蕴含的糟粕之类,都被震动显露出来。 而这所有的事情,落在来访的外祖与七血童蒙有眼中, 他们看得更深,隐隐在其内看到了七血童那位老祖, 对于人心的把握。 这是借七宗联盟之手,来催炼自身之宗。 七宗联盟显然也是看出了这一点, 所以对于各宗天骄不再继续挑战之事,没有了以往的催促, 但一道道关于七血童的吊令,却是陆续从七宗联盟内发出。 他们要吊离各风的风主,尤其是第七风。 他们还要征召所有的殿下,尤其是第七风的殿下与序列, 前往旺谷大陆,安排植物。 这些吊令都被血链子拖住了。 但七宗联盟这一次似乎铁了心, 一道敌意一道严厉, 到了最后甚至言辞里都出现了威胁之意, 大有若不听令,七宗联盟要来强行镇压之事。 尤其是七宗联盟内如今最为强势的凌云剑宗, 七宗老祖开启了凌云剑宗的禁忌法宝, 形成了巨大的威慑。 而在凌云剑宗的禁忌法宝开启, 时刻可以爆发的同时, 第二风的上宗陵峡谷与第六风的上宗天剑宝宗, 这两个宗门,一样开启了禁忌法宝, 似乎是在协同威慑。 同时在这调令之外, 还有一道道命令下达, 要求七血铜将海士族的战争赔偿, 上脚一半的同时, 七宗联盟将在所有七血铜占据的岛屿上, 不值外事部。 此部名为外事, 时是监察, 上奸老祖, 下查弟子。 一时之间, 整个七血铜又有了飘摇之意。 不过许清没有太去关注, 一方面她不认为一个个 从羊骨中诞生出的宗门高层, 会对此事束手无策。 另一方面则是这种宗门与宗门之间的事情, 绝对不能只看表面, 如此大的利益牵扯之下, 人心不可信, 就更不用去看表面的言论了。 七宗联盟也并非铁板一块, 许清喃喃低语, 从列一门的事情, 她已经看出了这一点, 实际上这也是符合常理的。 另外许清如今的经历, 更多是在小黑虫的研究, 以及夜鸠的收网上。 而经历了这段时间的宵禁, 以及持续的打击, 夜鸠在七血铜的活动能力, 已经是被挤压到了极限。 最终的收网, 也在数日后的夜晚, 终于到来。 夜鸠在七血铜的五个总部, 已被彻底查明。 这一夜, 七个补匈斯的队员, 精锐将全部出动, 会形成五把利刃, 在统一的时间, 齐齐杀向夜鸠这五个总部之地。 同时更多的补匈斯弟子, 分散在主城内, 将宵禁之事在这一夜 严格到极致的同时, 他们的任务是将总部被灭后, 四散逃走的那些夜鸠, 纷纷捉拿归案。 这就是夜鸠收网的总体计划。 随着夜风吹来, 随着许青的身影, 从176岗补匈斯内走出, 他的身后陆陆续续, 数千第七风补匈斯的弟子身影, 若隐若现时, 许青的声音, 吹响了灭去夜鸠的号角。 补匈斯出战, 今夜之后, 七血铜夜鸠一个不存。 许青声音透着肃杀, 回荡四方。 莫! 数千第七风补匈斯弟子, 琪琪开口, 下一瞬许青在前, 呼啸前行, 身后几个副司各自带队, 数千人在这夜色里, 直奔目标之地。 今夜风大, 阴云遮月。 补匈斯弟子所过之处, 所有商家店铺, 无不关闭, 更有一处处原本夜里开着的客栈, 也都人心惶惶。 这段时间, 他们已经无法营业, 如今只能在关着的大门后, 遥望路过的补匈斯身影。 夜风中, 在最前方急迟的许青, 其长发飘摇, 望着夜色, 望着四周的一切。 许青忽然想起了当初自己刚刚来到七血童的第二天夜晚。 那时候的他, 小心翼翼地走在路上, 看着飞速掠过的一个个补匈斯队员, 心中有警惕, 有戒备, 也有羡慕。 而今他在前, 身后数千补匈斯, 更是在组成其他区域, 各司队员都在执行这收网之事。 三年了, 许青心底难难, 速度更快。 而他的身后, 所有第七封的补匈斯队员, 一个个看向许青的目光, 无不带着狂热, 这是乱世里的生存之道, 这是弱者对强者的崇敬使然。 同时, 许青一步步走出的足迹, 也是让他们追捧的重要原因。 三年前, 许青也是和他们一样, 只是一个队员。 三年后, 许青已是第七封补匈斯斯掌, 夜封更大。 时间不长, 远远的许青遥望一处大宅, 此地范围不小, 曾是第四封的一处产业, 后来被人买走做了钩篮。 但随着宵尽, 此地已没有了生意, 渐渐萧条, 里面的灯火也都暗淡, 在这夜色里, 只有微光。 沙。 许青淡淡开口, 下一瞬其身后, 数千补匈斯队员, 杀鸡爆发, 骑骑冲去, 直奔着宅子而去, 瞬息间其内轰鸣回荡, 一道道夜揪身影, 带着惊慌, 想要四散, 但围剿他们的补匈斯队员数量更多。 一时之间, 杀戮之声, 回荡八方, 血腥味也随风飘来。 许青没有动手, 而是站在半空, 冷眼凝望这一切, 与此同时, 一道道来自其他几个夜鸠总部的杀戮信息, 也从其他寺那里, 向着许青这里及时汇报。 许斯, 第三句点收尾顺利, 正在倾角。 第二句点, 一切顺利, 斩杀夜鸠驻击敌球, 余涅已报清查队, 政权范围灭杀。 第五句点顺利完成任务, 请求援助。 第四句点内, 已有七宗联盟凌云剑宗之修, 更有夜鸠三伙助击。 几乎在许青看到这最后一条信息的同时, 远处的苍穹上, 爆出一个补凶丝的球员信号。 许青默然抬头, 身体向前一步, 刹那间速度爆发, 整个人气贯长红, 直奔传来信号之地, 更是在前行时, 其身后金屋幻化, 双翅展开, 尾焰如须飘散成续, 仰头嘶吼, 形成火海。 远远看去, 这一颗苍穹上的许青, 披风带雁, 阴挫停机, 风不可当。 大家周末愉快。 小萌新昨天做了个梦, 梦里一群人拿着刀架在我脖子上, 喊我爆发。 我醒了后一头冷汗, 想了想, 今天四更, 一会还有一更。 小萌新昨天做了个梦,